如果有什麼情況,我們腳放掉就好了,也不會黏倒啊 就是腳不直的動作,西北市在地經營機車行數十年的王先生做夢也沒想到 被檢舉受到這張罰單,越說越無奈 離譜的,什麼罰單,根本就... 大家也這樣說,我們同行,大家也說 不要聽說這樣跳幾段,這後面大家也要比較注意 原始發在二月底,王先生接貨,顧客求救,摩托車無法發動 發生地點在距機車行大約兩百公尺的菜市場 王先生騎機車到現場用腳推台,也就是用腳頂車的方式 把車推到機車行對面,幾個禮拜之後收到罰單 依照交通處罰條例四三條,對罰一萬兩千元,還需要道案聽後裁決 回來電線沒有過電,我給他查一查,電線給他接好,問多少,我說不要錢 我沒有給他拿到一毛錢 然後你要被罰 隨機詢問,很多人不知道這樣其實已經違法 而過去機車拋錨,除了用腳推台,常見的還有用繩子固定後拖拉 但這樣負載人或物品,未依規定,也會被罰三百到六百罰環 只不過外界也好奇,推台被視為危險駕駛和繩子拉脫的罰則,怎麼會有這樣落差 因為這種推台的方式,容易造成機車重心不穩,那我們就認定它是危險駕車的方式 而這張一萬兩千元的罰單,也引起網友熱議,甚至有人剖出照片 說警察卑卑,也被發現過這樣,交通隊表示,除非遠景是因為髒車或是保全證據 公務情形才免罰,但行車違規罰款多半數千元,這樣上萬元的高額度 一旦碰上,誰都很難不心痛,也落下深深印象